上周刚刚新馆落成的亚洲协会德州中心 昨天4月18号下午的7点 在新馆内迎来了第一位正式演说家 Dr. Ezra Vogel 为大家带来了他的著作《邓小平和中国改革艺术》 由莱斯大学校长夫人孙岳平博士 对Dr. Vogel做背景介绍并现场致辞 莱斯哈佛的Dr. Ezra Vogel 于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魏斯里大学 1958年取得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博士学位 曾相继学习日本语和中文历史 1964年至1967年留任为哈佛演讲讲师 曾担任日本美国国际关系项目主任 更于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哈佛时 Dr. Vogel代表哈佛委员会接见江泽民主席 随后一直奔波于亚洲各国 对亚洲文化深有研究 获得中国、美国和日本多个学校的荣誉学位 包括香港大学、马里兰大学和日本关系学院大学等 他本人会说流利的日语和中文 4月18号当天 现场签收他的著作《邓小平和中国改革艺术》 在他对中国文学和历史多年的研究下写下此书 读书会由亚洲协会德州中心执行主任Black Widow主持 主席Charles Foster致开幕词 接下来由莱斯大学校长夫人孙岳平博士 对Dr. Vogel做背景介绍并致辞签书会 孙岳平博士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 较早期留学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他现场描述 在中国刚刚打开改革开放大门时 作为第一个拿着普林斯顿大学全额奖学金的中国女孩 是如何在美国大学 这个与中国教育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下学习和生活的 精彩的介绍和自己亲身经历的真实讲述 赢得现场来宾振振掌声 随后Dr.Eraza Vogel从一张邓小平16岁时的照片开始 讲述邓小平和中国改革艺术 向大家展示了他所认识和了解的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 当天到场的近百人在Dr.Vogel的演讲下 认识邓小平 认识中国改革